这样汤更鲜美 这会儿可以调大火 调大火烧开 前面炒制的时候一直都保持中火就可以 对 而且菇其实你在家里面炒制的时候 也需要有一个窍门注意 吴老师听听看对不对 就一定得炒透 对炒透 然后在汤里面稍微煮时间没有长一点 要久一点 久一点 这样菇里面的植物蛋白 包括含鸡酸 这样很容易释放在汤里面 让它更加鲜美 如果菌菇类你煮的半生不熟 吃进去对你的身体会有一些刺激的 那个不好 比如吃完你会有点恶心 就这种症状 一定要是烧熟了以后 对 可能就是没烧熟 一定下次比如炒香菇也好 鸡腿菇也好 任何菌菇类的 一定是要把它煮透了再去吃 这样就比较好了 好 烧开以后我们下面进行调味 放少量的盐 好 这个调味超简单 对 盐 好 烧开了以后我们就放少量的盐 熟了以后这样在起锅之前 我们加少量这个味精或者鸡精 使这个汤更鲜 让它量也不需要太多 因为这个我们这个鸡腿菇 本来是味道是比较鲜的 所以这个 或者你就是想喝这个食物本身的味道 你就加一点盐 对 也可以 不加味精也 鸡精都是可以的 烧开了以后这样我们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就出锅了 非常简单的 我们的丝瓜怎么办呢 丝瓜在出锅之前就是放下去 稍微热下去就可以了 那这会可以放了 可以放了 对 所以比它比调料还要放的后面 对 调料放完最后才放丝瓜 对 烧开了以后就可以了 这丝瓜是渐热它就熟 而且今天我们丝瓜改的是这个片 非常容易熟的 如果说快的话 我们可以提前一点下锅都可以的 而且这个季节的丝瓜很多 如果说其他配料 你说我准备起来麻烦 我只准备一些 比如鸡腿菇 丝瓜和瘦肉 这三种可以 都可以 甚至你想更清淡一点 我没有放肉 可以 你爱怎么做都可以了 这是今天吴老师的一个推荐 很实力的一道汤菜了 你给大家试试看 因为我们今天这个丝瓜主要是 夏天的夏天 没错 丝瓜主要这个清热解毒消暑这样的功能 很适合这个季节 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选那样的原料 好 好了以后我们就可以装盘了 嗯 好了 好了啊 哇 非常漂亮 很有食欲吧 很夏天的味道 里面也用到了夏天很实力的蔬菜 丝瓜 如果你也有兴趣 想学一学的话 这会带着您去回顾一遍 今天吴老师推荐的美味 究竟是怎样做的 蘑菇丝瓜汤 需要准备的原料有 丝瓜 火腿 鸡腿菇 胡萝卜 西芹和姜片 调料只有两味 盐和鸡精 我们来看看吴老师究竟是怎样做的 首先丝瓜切成片备用 热锅热油 爆香姜片 下入火腿片和枯片 炒汁一会儿 再加入西芹 胡萝卜翻炒 倒入适量的开水烧开 最后加入盐和鸡精调味 起锅前加入丝瓜 烫一下即可 丝瓜中含有防止皮肤老化的B族维生素 增白皮肤的维生素C等成分 能保护皮肤消除斑块 使皮肤洁白细嫩 是不可多得的美容佳体 此外 丝瓜中维生素B的含量非常丰富 有利于小儿大脑发育 及中老年人大脑健康 制作丝瓜菜肴 需要注意的是盐要最后放 否则丝瓜会变黑 影响美观哦 更多精彩内容 请请关注石拉运转新浪微博 吴老师我刚才说的这个汤水里面 其实调料比加的极少 对非常少的 只是一点盐 它应该味道也很好 对对对对 这里面就是少量的盐 因为夏天比较热 每点喝点清淡的汤就可以了 那节目最后呢 我们也要特别感谢大正智能集成造 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也要谢谢胸中食用油 对我们节目的支持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祝大家好胃口 拜拜 如果你也为没有什么拿手菜 艳客而烦恼的话 那就不要错过明天的大厨好推荐了 史油金针鲍鱼等着你哦 对了 对了 对 我做的 咱们